在我上一个断舍离的挑战中 我赚到了1000块新笔 它虽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可是它也并不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值得做的一个视频 让你们知道在我断舍离的过程中 我卖掉了什么东西 也赚掉了多少钱 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看到我的视频 我上两个视频 我是做我的断舍离的一个挑战 在30天内丢掉465件物品 而我并不是把所有东西都扔进垃圾桶 在我的断舍离的过程中有6个阶段 当我打算把一个东西清除掉的时候 第一我会想它可以卖吗 不然它可以给吗 还是它可以圈整 要不然它可以重新利用吗 还是回收 必不得已才把它丢掉 而今天的话题就在我卖掉的东西 在这465件物品当中 我卖掉了22件物品 不多也不少 在我继续之前 所有的价钱都是在新币 所以第一个就是我的Cost Companion 这两个480块 我的Chrome Huts的项链 350块 辛普森的乐高总共48块 Kahat的钱包15块 Nike F1 Beside 85块 John Maxwell的书6块 一个Ruller Coaster Belt 30块 Chrome Huts的火柴盒20块 还有这两个Cost的海报 虽然没有在我挑战中 可是也是在那阶段时候卖掉的 我就把它加进去这个视频里 所以总共我在这30天内赚到了1077块新币 虽然这样看确实是有点多 毕竟我才卖到22件物品 可是大多数都是从我的Cost Companion那边赚来的 可是事实上我是亏本出手 大概亏了300新币 虽然是亏了 可是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 我的Nike F1 Beside也是一样的 其实这是我女朋友送我的礼物 当时她买的价格是450块 而我卖掉它的价格是85块 亏了365块 如果把这次的挑战跟第一次失败的挑战 融合在一起的话 我会赚到1800块 而赚来的这些钱 我也好好利用它来 还清我的读书的贷款 我很喜欢卖掉东西的感觉 因为可以换来一些金钱 虽然都是亏本的在卖这些东西 可是这也没有影响到我 毕竟换来的东西都是无形的 例如时间、空间、精力、自由 通常我们拥有一个东西 我们会给它它的定义、它的价格 而这价格的高与低也在于我们给它的意义 这是我第一次爬上的水壶 这是我第一个手机 所有东西我们都可以给它一个意义 一个价值 可是到头来我们会发现 我们的家堆积了一大堆有意义的物品 而这些有意义的物品也让我们舍不得扔掉它们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舍得亏本的卖掉一些昂贵又没有用的物品 我也不例外 所以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 当我收住这些昂贵又没有用的物品 这是一个沉默的成本 不管我把它收了多久 我永远不会重视它们如我第一天收到它们的时候一样 这第一天的感觉永远不会回来了 所以我想不如把这东西卖给会欣赏它的人 我买Cost Companion的时候是700块 而那就是我的沉默成本 而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尽量把它卖在我想要卖的一个价钱 而当我要卖掉的时候 很多东西都会进入我的脑海里 万一这物品以后可以卖的更高的价钱 还是万一我以后又再喜欢它了 可是这些问题都把我们带回原点 我们又把一大堆东西堆积在我们的家里 就因为我们觉得以后可以用到 而当我要断舍离时 我都把万一放在一边而问自己 当下的我喜欢拥有这个物品吗 如果答案是不 我就会选择断舍离 可是不要把需要的东西都断舍离掉 每个人需要的东西都不一样 不一样的生活 不一样的喜好 所以在断舍离的过程中 不要太过于想要把所有东西都给清掉 而是想你想要把什么东西保留在你生活里 所以如果你有试过这断舍离挑战 在这弹幕或留言中告诉我你们赚了多少钱 我赚到了1077块 而这笔钱我也把它来还清我的贷款 所以这就是我的断舍离过程 所以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外面也下一次的大雨 所以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